如果白皮書是引起那麼多人的關心 也都有不同的意見 包括我們的李國能大法官 前的首席大法官都有個看法 應該都要拿出來討論好些 真理是越變越明 你認同李國能講的這些說話嗎 我認同的 基本上講的東西是沒錯的 在那個白皮書裏面來講 最大的問題就是中文 英文的問題 但是始終要看看那個本質 那個內容自己本身有沒有影響到 基本法的那些原則 最重要現在我們就是司法獨立的問題 有沒有在這方面來講 中央對香港的司法獨立有所干預 這個是最重要的 是講證據 我想精神上和原則上大家是沒有意義的 每個人看這件事都會有一個感受 我未看李大法官的那個文章 我稍後會拜讀 但是我相信既然他有這樣的表述 我們一定要研究究竟 他所講的是在哪裏 我們更加需要關心多些 然後對證而下揚